学州家营景区主任阿多拉西助理总监保证 警方不会在明天的325 和小四季严重短缺抗议大会前后 封锁家营任何一条道路 只会派出警方协助维持交通秩序 另一方面 东总预计将有至少5000人出席抗议大会 并预料在中午12时30分结束 东总主席叶欣田说 325抗议大会的口号是 万中一心 捍卫华教 华教兴亡人人有责 并欢迎教育部副部长纳杜卫家祥 和马华总会长纳杜斯里蔡希里出席大会 首相纳杜斯里纳吉指出 随着人民对国政的支持率逐渐上升 也对政府更加信任 让他感觉到大选将近 据悉 首相昨日出席一场大型摩托车推介礼时 首指不小心被摩托车的排气管烫伤 今天到深州进行一日访问时 笑着对出席者说 一个大马已变成了一个大马的手指 把观众给逗乐 位于如佛星山伊斯甘达特区的亚洲第一座 乐高乐园已完成60%的工程 远方有信心能在年底投入运作 并计划于4月份公布开张日期 乐园总经理齐格菲利德说 乐高乐园内有7大主题玩乐区 和超过40项游戏设备 此外 当局还特别建造了一座大马国 又双风塔的乐高模型 已突出我国的文化特色 使用智能手机目前已成为一种热潮 但许多人因不完全了解智能手机的操作 在没有签署任何上网数据配套的情况下 接收数据 而收到巨额电话账单 马来西亚消费人协会联合会会长 拿督保罗西华勒兹 出请大马电讯及多媒体协会介入 以免智能手机的使用者陷入同样的陷阱 更多新闻请留意新周日报 或浏览星球i.com